我下头的 你知道不知道啊 我向你吹 爹 爹 你笑得不吹 爹 爹 爹 您怕死吗 我不怕死 混账 你是跟你老子说话吗 爹 我不是乱的 我加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 为的是驱除大陆恢复中和 推翻清政府 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 本来 我们准备在广州起义 要不是叛徒出卖 我们就成功了 还有 前一段时间 我们刺杀大臣宝珍 几十个勇士从天而降 杀的清军乃是血流成河 当时你的儿子我 手里拿着自制炸弹 逼向了宝珍 一步 两步 就差一点我就成功了 要是我把宝珍炸死了 您知道吗 这对两湖地区乃至于整个清朝政府 那是多大的震动啊 爹 其实我滚下 滚下 你 我我我 我叫你冲开 我叫你起 我叫你 你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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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玉 放开爹 让爹打吧 但是情音相信 我不是朝廷说的谋逆 更不是为了一己之力 我非的是这个国家 非了这个国家 你有多大的钱包啊 这个国家是你能够扛得起来的吗 我一个人是扛不住 但是我身后有千千万万的同志 他们会实现这个理想的 这次我回来 就是为了看看您和小玉 爹 您保重 我走了 哥 哥 站住 你就是国女 也许换是衣服啊 真人 给他换是衣服 开门 开门 假的 太快了 来了来了 贾大人 您您 老爷您看 给我搜 任何地方不许放过 是 各位慢着 贾大人 您这个这个这个 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搜查乱党苏国强 贾大人 我儿子在广州读书 他没有回来 他怎么乱党呢 这是 大人 你们没有 上楼走 真的 楼上 是小女的闺房 您不能走她 尚未出嫁 您怎么带兵一进堆 以后怎么嫁人哪 苏老大 放草磨乱党 你担不起她 你 贾大人 贾大人 这些全都不能杀你 父爸敢管拦住的父爸 贾大人不能杀啊 贾大人 这么晚 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家 干什么呢 本官怀疑乱党苏国强回到九江 藏匿于此 我哥他不是乱党 他人在广州呢 给我搜 是 大人 没有 这是 你 你 有 你 我哥人呢 苏小姐 不好意思 你哥是朝廷的侵犯 如果你见到他 烦请你转告 让他去自首 免得年累你家人 谢谢你的好意 我见到我哥 一定会转告他 撤 大人 冤枉了 贾大人 国家呢 他在哪 他走了 这是我哥留下的信 爹 我走了 请原谅海尔道的信 这个国家 已经到了非便不肯定 而不能苟且地活着 为了四万万同胞 为了让这个国家 不再那么屈辱地生存下去 爹又何西 亦可投入 爹已经对天盟是 不推翻这个万恶的清政府 事不还家 而国家 国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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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爹 郭强大哥怎么可能是乱党呢 老爷 这假不了 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他 咱家的骨子 以后可再也不能卖给这个苏老头了 免得给自己惹麻烦 我倒不这么认为 苏老伯把收购骨子的定金都给付了 咱们这样突然不卖给他 那不是违反契约了吗 爹 我觉得咱们不能落井下石 还是小婉说的对 只要详细米航存在一天 咱们家的骨子就得卖给人家 小松啊 做人一定要讲究原则 不能什么事情只想着自己 那呀未免太自私了 可是老爷 如果让官府知道咱们家跟他们来往 到时候把咱牵扯进去 想解释都解释不清楚 不要说了 我让你来说了 我让你来说了